主要点就是希望法院能给我一个公平的判决 邻居都看到我这个黑的我还写不了了 我有心肠病关系没有 你知道我今天都病死了 我到手中宅 他我给他拉罢着黑的 我都不哭了 我都哭了 谁没有我这么难 今天的求主人是来自濮阳市的刘先生 据他表示 在与前妻离婚之后 他发现三个孩子当中 有两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 他对此感到难以接受 具体的事情就是 因为三个孩子两个不是我的 这个事情 那你是如何知道这两个孩子不是你的 因为去年9月份 去年9月份我从国外回来 回来之后 然后就是我发现 老二跟我越来越不像 然后就是带他去做了一个清津鉴定 孩子多大了 孩子现在马二五岁了 你说的这个老二是吧 那还有一个孩子呢 还有一个孩子是离婚后 他说是我的 然后包括做酒什么的都在我们家做的 然后 我也是回到家之后 发现他也不是我的 所以我回到家之后 我是想给孩子上户口 他说是我的嘛 我给孩子上户口 他一直不让我上 不让我上我就去医院查记录嘛 一查然后有人家亲爹的这个亲笔签字嘛 从刚开始我们就是初中同学嘛 我上初二他上初一 就是这样认识了 当时我我十三 我们两个都一样的 十三岁嘛 就是认识的 然后慢慢慢慢初中 初中不上 我也是初中毕业嘛 初中毕业之后不上学了之后就开始 然后就开始就是上班嘛 在市里边 然后给人家修车什么的 就那时候就开始就联系上了 慢慢慢慢就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就是 慢慢的就怀孕了嘛 然后就结婚了 那当时你们俩感情都挺好的 当时感情是很好的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2010年9月26 10年的时候 对 老大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老大是结婚后一个月吧 结婚后一个月 2010年10月14号 男孩吗 女孩 女孩 老大是女孩 对 那然后老二呢 19年8月22 等于9年以后 对 这个老二出生的 也是女孩 对 然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离的婚 21年12月28号 是通过什么样的运用方式离的 诉讼吗 最开始9月份 她诉讼 因为刚开始我们协商嘛 我不同意 然后她提取诉讼 诉讼之后听朝姐 然后不同意 后来又经过两个月 就是互相闹嘛 就是我终于妥协了 就是协议离婚了 那按照你的这个手法 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 你当时在离婚的时候 实际上并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老二孩子 不是你的 对 而且从你的刚才的 这个说法上来说 是女方给你提出的离婚 你俩是因为什么原因 离的婚 当时也是经常吵架嘛 因为 因为你说这个事吧 因为我当时我还记得 我是几月份出去的 我是三月份好像是出去了 去出去出差 19年 对 19年三月份我出去了 好像不是三月份 就是四月份 我忘记了 那时候出去之前 我们两个关系还挺好 她还要说 还要说因为 毕竟是农村的嘛 都想要有儿子 她还要说要给我生儿子 然后从我出差 大概也就三个月吧 回来之后 然后就开始闹 要跟我离婚 当时的你在这个事情上看来 就是觉得你们俩之间 有一些争吵 对 并没有实际的一些矛盾 对 然后她要求和你离婚 对 那你就这个事情 当时和女方 什么样一个态度 女方又是怎么回应你的呢 当时也是经过多方沟通 然后沟通无效 她承认吗 承认 承认这个事 她承认老三 当干涉她不承认老二 然后现在我拿 现在这次起诉就是 要老二的这个 要老二的这个抚养费嘛 那对于这个婚约的财产 包括孩子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约定呢 是那个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房子嘛 有房子 有车 有店铺 因为房子归她 然后她补偿我是35万 当时只有老大哥老二嘛 然后老大哥老二的抚养全归我 都归你 都归我 然后如果是她抚养 每个月我每人 我提供1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 就是每一个月2000块钱嘛 只有两个孩子嘛 不是约定的是由你来抚养吗 但是我不在家 就是再由她抚养 这抚养全归我 抚养权本身就是一个 实际上一个实际陪伴 或者是照顾的这样一个责任 好像是上上 你权力在你 但是实际上你不陪伴孩子 并且由女方来进行 对 我支付抚养费 因为去年的官司 然后从一审二审 一审不服 然后去二审 因为她一审判的是 稀里糊涂 所以不服 然后进行上诉 二审是维持原判 但是她又 她又付出了一句话 就是说 经查明 就是说好像是35万 当作是两个孩子的抚养费 为什么说是要当作这个孩子的抚养费 因为就是我跟她去年的时候 沟通的时候 我微信聊天里边有一句话 就是说把 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老二不是我的 我就知道老三 我就说35万我不要了 你给这两个孩子当抚养费吧 但是聊天记录一直为达成协议 因为她最终法院根据你的这个 那个微信上的一个承诺 对 二审法院认为 女方就不需要再给你支付相应的这个经济赔偿了 或者说你们家庭共同财产分割的那块 就不需要支付给你了 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你也不需要再给孩子抚养费了 对 面对这样的事情刘先生的母亲也满含委屈和不解 这一直都是我带到微博 带到他上到上一年级才做那个事 在这个二年 从两月我都自己 然后我露点 我都跟他追点雨量 我牛座 我都是我自己给他带 一手一一世一难 我过来追的时候 我露的 他一直到时候 我还两天 那个表面 他说我 我没要带 我有心肠病 疼我他 我今天病一会 我给他拉完海底黑下边 我都多难了 我贴着我就闹了 这个小了吧 他又要给他送了酒 我给他看那海底了 我一直 我都不能去 我还给他一万块钱 我家和老两口的 真大师父 我给他送酒 一直都这样 杀害都要 杀害都要 他那个大了 还不说是安的 这两个孩子 他一直这个小 不适合的他 杀害都要 他一直拿来给他 他一直不想要上火口 后九月 那三月份成了 他不想要上火口 他睡着睡着都不要上 姐姐又累了 他累了四个人 还有他姐姐 开那小车 给我拿那面站着 他和学人 也住到那个门边 有门里有门 他说我躲开的 躲开的 我都没啥点 我吹吹喇叭的 我躲开的 我就哭 死了 黑暗不如黑暗不如 没有人 我贴他这一孩 我都伤心死了 他这两孩子 我给他喇叭 十年 他说我 他说我还没给他喇叭 都我自己带他 也上个八 也不是 也不是黑暗 来了两年 一顿吃 我吃一晚 他不嫌到我嫌到 还得给他干活鱼 哎呀 这两个小孩 是在你这儿带大了 都是我一手带大了 打听了 我人都不 那样的 我说的不对 打听啊 那里面打听 这一个村儿 人都打听 打听 还打对了 还打对了 还可以证明 他不承认 他走这会儿 快看了 还两天 你肯定是对这两个孙女儿倾注了很大的 这个 我不说 我带他了 还得 带他了 还得是一面 我也不知道是否 他来到这会儿 他哪里 他认识 不是他来到这会儿 我不小心 你肯定是对两个孙女儿倾注了很大的 这个 他欺赏 我给他买他 你先缓一缓 阿姨 我想问问您 后期再知道 这个二女儿以及包括老三孩子 不是单的孩子的情况下 这个女方有对你这边做出相应的回应 或者是你们之间有过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吗 他没有 他没有跟我交通 我都是来 哪回来 我天黑的 他来的 他来过 天黑的 他来过 有跟你说过什么 或者是说表露过什么吗 你当时 他没有 当时 他在天的 他吃的东西 他在天的时候 就去走了 就没有对你有任何的表示 是吧 他走了 我来拍一转事 和琼琼拍一转事 来了 来了 他还没有 还不知道咋的 我跟 我自己回家 连续都看到 我这个黑的 我还写不了了 我有新疼病关系 你知道我今天 我都病死了 快 我到手中车 他我给他拉罢这黑的 我都哭闹了 我都哭闹了 你现在有什么诉求吗 我现在是怀疑起诉 就是说 你35万 你老大是我的 我该支付 但是老二不是 我怎么支付 你就要求这35万 相应的这个返还 是吗 返还 还是要支付的 然后这些年 然后因为老二一直 有我妈在家里抚养 因为就在西边 这个幼儿园上学 所以说像这方面的支出 也得给我补偿 包括精神补偿 要是从你的诉求上来说 你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因为是你在法院判决以后 才明确的知道了 而且你有相应的证据 能够证明孩子并不是你亲生的 那么你可以要求对方支付 你相应的这个已经支付的这个费养费 包括一些精神减害 法院应该都是予以支持的 那你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相应的诉讼 是吧 作为我们这个媒体这块呢 也只能说是对你这个案件进行关注 但是作为媒体对于司法是独立的 我们不可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干预 这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进行相应的咨询 包括你在二审的时候 我说的是也有律师是吧 对 你可以积极地与你的律师进行一个沟通 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积极地争取你的权益 向法院提出相应对你有利的一些证据 可以 起码我认为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 大人之间的矛盾不应该波及到孩子 如果你们两个感情已经走到结尾了 或者说你们确实已经过不下去了 但是孩子起码是应该是无辜的 并应该涉及到你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你现在能找到女方吗 女方现在对你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拒绝沟通 拒绝沟通 因为上次在法庭开庭的时候 没打起来 只能说没打起来 那现在我们也一起跟随刘先生 来到他们曾经共同居住的这套房子 来看一看夏女士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小小娘 这今天也不吵了也不吵了 都坐这探探 探不探 我知道你个雅人 你出来不 出来再来好好水 夏女士 我们是河南广门电视台法治频道记者 您看就针对您和刘先生这个事情 能方便出面跟我们就是见个面说一说吗 夏女士您在家吗 就如果您这边要是不同意的话 您也回复我没什么 显示正在通话 有啥问题 你们开开门 双方说一下 夏女士 我们是河南电视台的 你开下门可以吗 今天是带着刘先生 我们过来问一下相关你们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之前只是听到这个刘先生的一面说辞 我们也想听一听你的这个委屈和想法 好吗 你开开门 如果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在外面谈一谈 你自己出来 行不行 咱不影响孩子 我们知道孩子在家吗 夏女士 你回个话 要不你不方便的话 你出来 我们等你一会儿 你看是等你多长时间 我们在门口呢 你给我个回复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也通过求证刘先生的手机 联系一下警方 喂 你好 这边开锁出警然后过来协调一下 您刚刚这儿报警以后警方怎么说的 警方说他们只能过来协调 没有权力去强制人家开门 那您对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您有什么想法 继续走诉讼呗 有想过跟他就是好好调解 或者就是坐下来谈一谈 有想过谈 但是你看 他是拒不谈的 今天我们栏目随行律师 白无侠 白律师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请他从法律的角度讲一讲 关于刘先生这件事情 下一步又如何维权呢 关于你的这个案件 我们今天也大致跟踪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情况 那么就现在目前的情况上来说 其实在原审的这个判决上针对于你那个35万作为抚养费 法院与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 是当时你和女方在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的你的一个陈述 所以说在一定角度上来说 在微信包括语音为大家提供沟通便利的同时 实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这个证据链 所以我建议还是在以后的沟通过程当中 作为成年人要慎言慎行 不能说说出句话了 然后后期再反悔 那么在开庭的时候 或者在庭审过程当中 如果你没有相反的证据 能够证明你原来的那些微信的语音聊天记录 或者是微信的文字记录 是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 那么法院一般会以微信聊天记录 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证据的内容 作为判案的依据 你这块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 实际上法院依据这一块来进行的这个判决 我个人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原来的判决 而现阶段你针对于这个35万要求对方返还 依据的是在判决 原审的判决出来以后 你有相应的证据 能够证明你的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 不是你亲生的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 来要求法院支持你返还相应的这个抚养费 我认为是有依据的 在这个案件当中你需要提供孩子的 你们双方的这个亲子鉴定 以证明孩子不是你亲生的相关证据 我认为法院是可以与人支持的 并且包括在这个期间要求这个相应的这个精神损失